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笨笨九九说的频道 好久不见呀 应身边很多朋友的要求呢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Domain Life Live大名鼎鼎的双击酒庄 因为做这期视频的初衷呢 就是说很多朋友都来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双击酒庄的酒标看起来都如此的相似 给他们在购买的时候造成了一些的困惑 所以我想用这一期视频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双击酒庄的酒款 以及在选购的时候一些窍门 主要是想帮助大家在购买双击酒款的时候 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Domain Life Live呢 这个酒庄呢 是一家位于伯根地 伯恩秋 普利尼姆哈歇村的酒庄 他们在历史上几百年过来 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家产 主要产伯根地白葡萄酒 以侠多利为主的一个酒庄 他们现在在售的全部葡萄酒 也都是以侠多利酿造为主的 然后呢 只是在历史上短暂出现过酿造红的历史 我本人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红的酒款 应该是存食量非常稀少的 这个酒庄呢 在历史上就已经是很有名的一个酒庄 主要以作白为主 近些年出名呢 是因为它在伯根地推动了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酿酒的技术 就是它的前任庄主 any cloud leaf leaf 推动的生物动力法 种植技术 就是我们英文说的叫biodynamic 其实它可以理解为是 比我们平时所知道的 有机种植还要更高级的一种 几乎没有特别多人工干涉的一种葡萄种植技术 从它因为any在当初决定做这个种植法的时候 其实也受到了很多争议 从它推动了以后呢 其实把伯根地整体带入了一个生物动力法 种植的一个时代 所以说它这个酒庄推动的这个种植技术 还是在这个现在这个酿酒技术上来说 是有很跨时代的意义的存在 所以在它本来就已经很有名气的酿酒技术 名声的基础上 把这个酒庄又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这期视频呢 不过多的去讲解它们的历史 我们主要是想帮助大家 更清楚的认识它的各个酒款 就像我刚才说的呢 双击酒庄的大部分产区 都位于伯根地的普利尼摩哈歇村 都产自于这个村上 但是呢随着它们的业务扩展呢 其实它们也陆陆续续的购入一些 位于普利尼村以外的一些葡萄园来进行生产 以达到它们足够让全世界的 Left Live的爱好者购买的这么一个期望吧 所以说整体上来说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最容易见到的几款 Dominion Left Live酒庄的酒款 比如说我们经常最常见到的应该是 我手里这瓶叫做 Macon Wars的一个酒款 在酒标上写的是Macon Wars 这个园子呢 它并不是在伯根地最有名的 最核心的产区金丘 它是在外面的Maconese 所以它叫Macon Wars的一个村级酒 是一款大家在很多超市都可能会见到一个双击酒的酒款 只是它的价格也不会特别贵 也是一个非常容易买到的一个酒款吧 我喝过几次 味道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有很好的矿物质的味道 这个园子我查了一下 他们家在这个村子拥有的面积呢 接近于整个Dominion Left Live 勒弗莱酒庄拥有的全部葡萄园 加在一起的一半以上 所以为什么它可以经常见到呢 就是因为它的园子能生产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个酒款呢 是我们相对比它贵一点点的 叫Puy Fusay Puy Fusay 这个酒款呢 其实它的量也是挺大的 价钱呢 也没有特别的夸张 只是比我旁边的Macone呢 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 整体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亲民的 也是相对比较好买到的一个酒款 这两个酒款呢 其实作为同价位的伯根蒂比较的话 其实是酒款的品质啊 包括口感上来说 都是很对的其他的价位的 也是非常易饮的一个酒款 也挺推荐大家来买来尝试一下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 主要讲的酒款呢 其实是想给大家 带大家认识一下 关于双鸡的主要产区的酒款 以及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还是把它的主要产区呢 其实大家看过我前几期视频的 应该有了解到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背景图 就是伯根蒂的主要产区 叫做金丘 无论是白和红 伯根蒂的最贵 以及最好的子产区 都来自于金丘里面 Left Live呢 也不例外 他们家呢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Polini村 是他们家的大本营 主要酒款都在这里 他们这些酒呢 都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现在镜头里出现的这几款酒呢 基本上都是他们产在 Polini村的酒 然后呢 在大家的左手边能看到这款酒呢 是它的大区集 叫Bogong 它的双击酒装的大区集 为什么要给大家展示呢 其实它能买到的 挺难买到的 因为挺少见的 以我在市面上见到它的频率呢 其实是挺低的 但是它是一个大区集的酒 我身边的朋友呢 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双击酒装的大区集的酒 比刚刚我展示过的 Macon Wars和它的PFusay 卖的都要贵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这个大区集的酒呢 是产在金丘的大区集园子里的酒 所以导致它比较贵 旁边那两刚刚我展示的酒呢 并没有产在金丘 所以就会便宜很多 这就是大区和那个两个村集的酒 为什么价钱上有这么大区别的原因 回到我身边现在放的几个酒款呢 是大家相对能买到 有收藏意义的双击了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在大家的最右手边的第一瓶 就是它的普利尼摩哈蟹的村集酒 普利尼摩哈蟹村集酒 这个呢 应该是说在近几年开始 双击变得特别抢手以后 在它的收藏级别酒里面 最容易见到的 因为它的村集酒呢 有4公顷以上的面 种植面积 所以呢 在全世界范围来说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产量 来供给全世界的消费者来购买的 也是大家非常能见到的一款酒 其实是我非常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酒款 它的村集酒在我心目中 基本上可以代表了很多相同的 伯根地相似酒庄产区的别的酒庄的 将近于很高级的一几天的水平了 它的酸度啊 复杂度都是非常非常惊艳的一个酒款 因为很少在村集酒里 都有出现如此惊艳的产品 为什么双几酒庄产如此受追捧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说 它的村集酒款都能做的 比很多人的一几天都能做的非常非常出众 在旁边 其实我在我的 离我靠我最近的这个酒款 大瓶的这个酒款呢 是它另外一款 最常见到的一几天产品 这个一级圆的圆子呢 叫Clavion Clavion 它的种植面积的甚至比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村集酒 还要大那么一点点 所以说呢 你如果看到 双几酒庄的一季田的时候 大概率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它的Clavion 这个酒款呢 我喝过很多很多次 每一次喝呢 都会感觉 它基本上是我认为最不普林尼风格的普林尼的酒 因为普林尼呢 是以那种花香啊 优雅啊 平衡感著称的一个酒庄 产区 但是呢 这个Clavion这个圆子 双击状酒庄酿造的这个Clavion圆子的一几天酒呢 反而在我看来特别的像Mersall 甚至有点靠近 另外一个大名酒庄叫Coke Stewart的风格 就是特别的有强劲的感觉 酸度特别特别突出 整体风格在我自己看来是偏向于Mersall的风格的 另外两个酒款呢 在普林尼村庄酒旁边两个酒款呢 叫做Le Combe和Le Follatier 这两个酒款呢 其实是在它的异季田里面呢 种植面积相对较少的 包括我自己手里的拥有的数量也是最少的 在市面上呢 也基本上是不太容易见到的 Cone Bay和Le Follatier这两款酒呢 在我喝过的记忆中 应该是他们是比较介于 等一下要介绍的少女圆和Clavion的风格之间的一个酒 但是呢 具体情况也看它的当 根据年份判断 每个年份之间的差别是挺大的 在双击酒庄的普林尼村的一级田里面最有名的酒呢 应该是在是我旁边的这一瓶酒 这一瓶酒呢 它的名字呢叫Pussell Le Pussell 是少女圆的意思 它呢是整个双击的一级田里面应该是种植面积 中等的一个面积吧 但是从等级上来说是最抢手的 双击酒庄酿造的少女圆呢 因为锦林的旁边的Bata Mohashi 以及Bevano Batam Mohashi 就是它的两个特别有名的特级园 紧挨着少女圆 所以呢 导致它的酒款呢 是在它的所有的一级田里面 是最抢手的一个酒款 也是相对较满难买到的 当然也是相对来说价格最高的一款酒 如果大家可以买到呢 可以买来试一下 我喝过几次少女圆的风格呢 就是整体上来说 在双击酒庄的一级田里面的复杂度上来说 是绝对的第一位 以及它的风格呢 和Clavion差别还是挺大的 它是走的比较优雅呀 典型的Polini风格 典型的比较优雅呀 比较花香呀 比较的平衡的感觉 再重申一遍 就是它贵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它的复杂度 在同级别的产品里面 应该是最高的 当然呢 不太好买到 如果大家能买到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买来试一下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另外几个酒款 但是呢 其中我先想说一下 其中有一个双击 是我没有的酒款 双击酒庄呢 在Mersall村也有一个一级甜的酒款 这个一级甜的原子的名字呢 叫Solay Daudain 我不知道我的法语发音是否准确呀 但是这个酒款呢 是它的一个一级甜 在Mersall村的酒款 我喝过两次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Clavion的原子 特别像Mersall的风格 那种力量感啊 酸度特别突出那种感觉 但是它的这个Mersall的一级甜的酒款呢 反而是特别的不Mersall 反而是特别的优雅 反而是特别的布林尼风格 我因为我这次呢 手里没有这瓶酒的现货 所以只能给大家放一个图片啊 让大家去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在我旁边放的这四个酒款呢 我会现在给大家一一讲解一下 现在这一瓶呢 我刚刚推出来这一瓶呢 是双击酒庄最近买入的一个园子 是它为二的 在Sassan-Mersall村的酒款之一 这个位于Sassan-Mersall的一级甜的名字呢 叫Metour Lemetour 是它在2005年的时候购入的一个 只有1665平方米的葡萄园 非常小 在05年购入以后呢 在2017年才推出了它这个酒 葡萄园的第一款 第一个年份 所以说呢 我的预判就是它用了大概12年的时间 给这个园子重新种了新的葡萄藤 以及对它进行生物动力法的改造 在12年以后才推出了酒款 这个酒呢 是我现在手里 我唯一 唯一有的两瓶酒 非常非常难买到 据他们自己官网的介绍呢 这个酒款 他们每年的产量只有不到1000瓶 我呢 还没有喝过这个酒款 等下次喝过以后 因为太少了嘛 我会给大家及时分享它的喝后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讲双击有名的 钢酷特级元的几个酒款了 实在是也是有一点遗憾呢 其中有一个酒款 我现在也没有 就是它的最高等级的Chevlier Mohashie Chevlier Mohashie 就是它的骑士Mohashie特级元的酒款 我是没有的 这次没有出镜 不好意思 接下来呢 就是要给大家讲 双击酒庄的最具收藏级别的酒款了 就是它的特级元酒款 双击酒庄呢 在Mohashie这边呢 有4个特级元的酒款 分别是Bevenue Bata Mohashie 就是我现在推出来 这个酒款 还有呢 Bata Mohashie 就是现在推出来这个酒款 我现在手里呢 没有它另外一个酒款 叫做Chevlier Mohashie 就是骑士Mohashie 我们先说这三个酒款吧 在这三个酒款里面呢 相对好买到的应该是Bata Mohashie和Bevenue Bata Mohashie 因为在钢库里面呢 这个种植面具还是相对大的 以及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Chevlier Mohashie 骑士Mohashie这个原子呢 在每一个酿酒的酒庄里面都属于一个比较靠上的位置 其实在双击酒庄上也一样 除了它的大Mohashie Mohashie的钢库以外呢 Chevlier Mohashie的排名 永远都是在Bevenue Bata和Bata之上的 以及它的抢手程度 以及它的价格都是最高的 但是今天呢 我手里没有一瓶现货 不好意思了 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图片长什么样 所以说大家看到的时候可以毫不犹豫的买入 现在呢 我们终于要讲到了 让Domain Left Live双击酒庄如此有名的一个 巨星级别的最具影响力的酒款 我们在西方世界经常说的就是要喝这个酒款的时候 不管是双击酒庄还是别的酒庄的这个原子的酒款的时候 都要脱帽致敬 我们中国人说的应该就是要沐浴更衣了吧 这个酒款呢 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 整个伯根地出白葡萄酒最有名的葡萄园 Mohashie 就是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个酒款 双击酒庄呢 只在Mohashie Grand Cru 拥有800平方米的面积的一个小小的葡萄园 这个原子的年产量呢 预计只有200平左右 每年的年产量 我说的200平呢 还是建立在说一年都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 产量正常的情况下只有200平 有可能会多了 但是非常就是每年产的量大概只有这些 导致它的稀有度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因为这个酒款呢 可能大家在图片中见过 在各种各样网络上都见过 但是见到它食物的可能性实在是太低了 因为它的面积以及它的影响力 以及收藏的这个需求量导致它真的是一瓶难求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你就可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它有多么的难买 我们知道的全世界有名的拉菲 大拉菲年产量是在16万到20万平左右 我们知道的罗曼尼康蒂酒庄的罗曼尼康蒂酒款 每年大概有6000平左右 双击猛哈血只有200平 所以导致它的这个价格已经难卖程度 都已经成为了整个伯根蒂收藏界的传说级别 但是我今天刚好我手里有一瓶仙货 所以就给大家拿来展示一下 就是说这个就是伯根蒂白葡萄酒中的天花板 当然蒂哈血特级园出产的几乎每一瓶酒都是天花板 它就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财力允许的话 我感觉这辈子最值得需要尝试的一瓶酒 其实是它 这也是我个人的终极人生目标之一 在这期视频的最后 我也想带大家更清楚的了解一下双击酒庄的酒标 因为这是我最近被我朋友以及客户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双击酒庄的酒标 其实看起来很相似 但是也有略微的差别 在我现在推出来这一瓶呢 是双击酒庄现在最新的年份 2019年 这个是他们现在在用的一个现在的酒标 都是它的设计 都是比原来的老款酒标是简洁了很多 我现在推出来这一款呢 其实是双击酒庄的老款酒标 它的每一瓶酒的编码以及酒精度 都是在上面进行了清楚的标注 但是新款酒标是标注了在后面 其实我现在想讲的最大区别的是 我现在推出来这一瓶 这一瓶酒呢 其实是在它双击酒庄换 更换新款酒标以前的年份 其实是2008年 我现在看到的双击酒标更换酒标的年份 应该是在2014年更换的 我看到的2013年 还是使用了中间这一瓶老式的酒标 为什么这瓶2008年的酒呢 也是采用了新款酒标的 原因是这样的 这一款酒呢 因为看到大家能看到上面 应该是采用了蜡风 这个酒款呢 其实是酒庄的late released 就是刚刚才放出来的年份 这个酒确实是2008年采摘的葡萄 酿造的葡萄酒 但是呢 一直待在酒庄里面 没有进行发售的晚发售版本 在发售之前呢 酒庄会把它的它的猫酒塞 拔掉 品尝一下它的酒的味道 保证它是可以喝的 再给它加上一个新的木材 补一些新鲜的酒液进去 然后进行蜡风 所以说呢 它的酒标呢 其实有的时候看起来会有 让大家有一点困惑 这个呢 在我旁边这三个酒款呢 基本上可以代表了现在在市售的 双击酒庄的各个不同的酒款的款式 可以帮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进行更准确的选购 今天的最后呢 还是想感谢一下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呢 请麻烦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以后会推出更好的内容 带大家了解更多更好的葡萄酒知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